这款车被称之为智能百变大空间 直到我把它铺成一张大床之后 我才发现它真的可以称之为智能百变大空间 2米5乘1米5的大床 在垫上掉之后 跟家里的双人床有什么区别的 买车买房 我相信是很多年轻人结婚绕不过去的坎儿 但是你想拥有一台能够移动的家 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一台房车 但是房车后期打理起来有多麻烦 我相信有的人一定很清楚 那有没有像普通家用车的大小 但空间跟房车可以媲美的车型呢 我旁边的这台启程VX6 就是这么一款车型 它也是刚刚完成了更新迭代 首先呢 它的外观变得更加的犀利了 尤其是这个头灯的部分 还有下方进气格栅的部分 都进行了一个小的升级 并且呢 也是增加了一个无忧率的颜色 那这些呢 其实都不是它的重点 重点是它的车内依旧是智能百变大空间 我们一起去看看 那车内的升级呢 重点有三个啊 首先呢 就是它的车机采用了高通 的骁龙8155芯片 响应速度呢 会比以前更快 而且呢 更流畅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车机的系统 变成了灯塔OS2.0 包括它的地图 也是跟高德合作的 启程专用的地图 可以看到这个地图的界面呢 还是很清晰的 而且UI呢 也很友好 包括里面的程序呢 也是很丰富的 娱乐系统呢 还有一些应用软件 也是很全的 另外呢 就是它的方向盘 它的方向盘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升级 可以看到以前那种手柄式的方向盘 哎 现在变得更加的立体了 而且采用了这种啊 PVC的软包材质 摸上去的丑感呢 也是更加的出众了 那剩下的是什么呢 剩下的就是这个车的大空间 我觉得是特别值得讲的 其实之前我就知道 启程VX6这款车的空间 是很多变的 很大的 但是当我这次真正的坐上它之后 我发现这个车 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大的多的多 我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首先它定位是一个紧凑级的车 但是我一看参数 它的轴距居然达到了2850毫米 这是什么概念 你要知道 以前很多日系车2米7的轴距 就叫紧凑级了 而且还叫大紧凑级 但它居然把一个中型SUV的轴距 做到一个紧凑级上面 可以看到 这么做就是降维打击了 而且不光是它的横向空间啊 它里面的空间其实是很多变的 你可以看到 它的地台是这种斜面的 而且呢 中间呢 也是这种没有隔断的 中央通道呢 是这种半悬浮式的 手机无线充电的这个地方呢 也是做了一个小的升级 而且它整个的中央通道上 是做的比较矮的 其实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它可以变成大床 就是我开头说的那个特别大的床 那它怎么做到呢 一个是这个坐垫 看一下啊 可以拉起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靠背 是可以完全的向前放倒 那这时候你会说了 那放倒之后 这个副热箱也是高 没法做的纯平 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呢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副热箱特别有意思 是可以 拿起来 拿起来之后 这就平了 然后再配合靠背 然后后排的座椅呢 在放倒之后 就可以做到一个 纯平了 再铺上一个漆垫 可以美美的睡上 而且这个车 我觉得说真难 就是为了睡觉而准备的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程序 你放到座椅里面之后 你会发现 哎 这里面就有一个叫全屏 变床 你点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 它里面会引导你怎么放倒 然后怎么进入这个 睡眠模式 它居然有一个睡眠模式 这个时候呢 整个人 就可以陷入到这种 冥想的状态 小音乐一放 而是侧面是有这种 遮阳帘的 小帘一遮 上方的这个全景天窗呢 也是有遮阳帘的 我们现在已经给它放上了 车上呢 就可以形成一个 比较封闭的空间 可以让你非常轻松的入睡 我都怀疑 这个车是不是有助眠的功能 那除了睡眠以外呢 它还给你提供了其他的场景 比如说小夕啊 冥想啊 还有一些什么 K歌观影房 专享皇后座迷你 迷你会客厅 逐一解释就是 专享皇后座 就是这个座椅 放到后排呢 是可以直接坐在上面的 就相当于 这是变成一个超级大的大沙发 第二个呢 这个K歌观影房 就两个座椅都放到 然后后排坐在后门 然后看这个电影 那迷你会客厅呢 就是把这个靠背 向前放到 可以放一些咖啡啊 聊聊天什么的 都是完全OK的 因为它这个靠背的后面 是一个硬质的材质 可以当一个小桌子用 这上面特别的清楚啊 教你怎么怎么放 我觉得这个功能特别的实用啊 完全让你不用动脑 或者说教你怎么操作 都给你演示好了 你只需要按着坐 就可以实现了 那后排的空间呢 可以用夸张来形容啊 前排是我正常的驾驶坐姿 可以看到后排的空间 关门之后 我整个人可以 横向的坐在这儿 可见这个空间有多么大 而且我一米八的身高 坐在这个地方 轻松的翘二郎腿 它的后排的座椅靠背呢 也是可以按角度调节的 中间呢 也是给你配了把手 也很宽大 后排的出风口 还有USB的充电口 包括储物格 都有给你安排 当然了 前排的座椅靠背 放倒之后呢 也可以当一个桌子用 可以说这个车 在空间方面的多变性 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而且它的空间在同级别当中 我觉得是最顶的 驾驶上启程VX6呢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感受 就是它很舒适 这个舒适是来自于多维度的 首先是它的这个座椅 确实坐上去很舒适 毕竟呢 东风日产是有大沙发厂的 这个美称的 它也是有这个沙发的基因 所以它的座椅坐上去呢 确实很舒适 而且呢 它的这个座椅通风啊 座椅加热啊 柔气是座椅通风 特别的有劲儿 因为它的声音特别的响 嗡嗡嗡嗡嗡 感觉像一个大电扇 在给你降温 包括它的空调 也是非常的强劲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这个车 在行驶方面的感受呢 也是很舒服的 虽然它是一个电车 但它的起步 相对来说呢 也是比较平凡的 它的CLTC的续航旅程 它是520公里 采用了磷酸铁里的 新旺达电池 单电机的设计 最大输出功率的 可以达到160千万 最大扭矩呢 是270牛米 也就是相当于 一个1.5T的燃油动力吧 但是开起来却很平顺 而且呢 在操控方面的 这款车也是有自己的亮点的 因为它的风向盘的精准性 在同级别当中 算是说得过去的 并且呢 也是采用了 厚多连杆的独立悬挂 保证了整车的舒适性 那驾驶起来呢 这款车也是有很多的辅助驾驶的 R2级别的智能驾驶里面的功能 也是很丰富的 包括车道保持啊 包括避让啊 姿势有询啊 等等功能都是全的 当然没有那么高阶的支架 比如说什么啊 什么智能银行这种东西 它确实是没有 但是满足你以人为主导的驾驶 它是足够的 当然作为纯电车型来说呢 它也是有一些小不足的 比如说过一些勾勾卡卡的时候 这个车整体感觉这种倾向性 或者说它整个的底盘的感受呢 是没有那么清晰的 就是不够那么独立 可能会有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稀碎的震感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车在合一方面 可能稍微的差了一些 其他方面呢 做的还是非常优异啊 当然这款车的最大亮点 还是它的空间 我试过这么多车 这个车给到我的空间变化 确实是最多的 而且呢 同级别当中它也足够大 那在当下这么多新能源车型 每一个车型都有自己的亮点 但是能把亮点 做到这么极致的车型 确实不多 如果你对空间有需求 并且对空间的要求 又比较高的话 那么这款启程VX6 确实是一款非常值得考虑的 家用SU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